OK 好 咱们继续 咱们继续 就是刚刚讲的是 我们的是静态链表 静态链表 那静态链表 一定要注意 头好 定个头 头拉 先把这些链表节点 是通过静态的方式定 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白了就占去的 把头拉指向这个 第一个链表 第一个链表的 第一个链表的指振运 要指向第二个链表 第二个节点 低一个节点的 头指向第一个节点的地质 第一个节点的指振运 指向第二个节点的地质 第二个节点的指振运 指向第三个节点的地质 第三个节点的指振运 指向第四个节点的地质 第四个节点的指振运 指向第五个节点的地质 指在指向空 第五个节点的指振 指向空 这样形成一个线性结构 然后我们去辩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 这个链表有多少个节点 我们是不知道的 说说我用一个指针变量 去干嘛呢 去保存头的地址 只要这个节点呢不等空 那就是个合法的地址 我就可以去辨令 辨令完了过后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面表的往下移动 是pb等于pbnext 因为pb的next 保存的是下个节点地址 你把下个节点自己的地址 付给pb 那是不是pb就过去了 说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能看懂 就这个代码 特别是这个代码 能看懂的 能理解的 我们在群里面扣扣2 在群里面扣扣2 好了 接下来呢 两个就给大家讲了 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支点 就是我们动态电表 动态电表 那动态电表呢 那么它就动态电表 支点 支点7 支点7 动态电表操作 操作 那么动态电表操作 动态电表操作 操作 那么动态电表操作 说白了就是增生改查 增生改查 动态电表操作 那么动态电表操作呢 咱们就开始来学了 学电表的操作 动态电表操作 那么动态电表操作 怎么操作呢 伙伴们 咱们用分文件 分函数的方法实现 分文件 分函数的方法实现 如果要去写的话 一定要注意 先首先建立一个工程 首先建立一个工程 工程呢 我们选择字符界面的 那么选择01 就是取名叫什么呢 link link 电表 那这时候呢 创建好工程过后呢 接下来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文件 那么这里面没有原文件 再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文件 文件呢就叫.c m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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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们要注意 我们要分文件 顺便回归一下分文件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所有的链表操作函数了 就说我现在分三个文件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的man.c 一个是link.c 一个是link.h 就是三个文件 我们分文件去做 一个是man.c 一个呢是link.c link.c 一个呢是link.h 三个文件 link.h link.h link.c呢 就实现量表操作函数 实现量表操作函数 link.h 是干嘛呢 就是我们的声明 都放到link.h里面 以及类型呢 在link.h 就是说类型的定义 我们放到头文件里面 好 man.c 主要是用来呢 干嘛呢 就测试我们的这些功能函数 是否好使 测试我们的功能函数 是否好使 就用我们分这两个 大块 是那块 man.c 创建好了 我们接下来干嘛呢 再创建一个文件 叫什么呢 叫 叫什么呢 link.c link.c 好 伙伴们还注意 link.c 好 这时候是不是有link.c了 然后呢 再创建一个头文件 选择头文件 是c加加 headfire 那么这儿呢 我们干嘛 就是link.h link.h 那么这时候确定 这时候呢 它有这个头文件 有个头文件 好了 那么man.c呢 我们先写好一个 主函数应该有的东西 写好一个主函数 应该有的东西 std 到处需要什么头文件 我们再说 std干嘛呢 就是主函数 man man man什么 int ar gc char 心花 心花 哎呀 机位 好 两个讲链表 是以什么链表 咱们就一个学生信息 管理系统 这个项目了 好 一个小项目 小练习了 来驱动这个链表的讲解 那么整个链表的操作 还说两个以画图的形式 给大家讲解 好了 这是这个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在头文件里面 定义什么呢 头文件里面定一个类型 节点类型 我们为什么要在头 定到节点类型 因为类型呢 你哪需要这个类型 只需要包含头文件就行了 不要定义到我们的什么呢 定义到我们的 慢点c里面 定到link点c 头文件呢 一般用来什么呢 函数的声明 变量的声明 还有类型的定义 头文件 注意的是 函数的声明 变量的声明 红的定义 还有类型的定义 都在头文件 那么头文件呢 我说过养成习惯 用什么呢 防止头文件 重复包含 防止头文件 重复包含 防止头文件 干嘛呢 重复 重复 包含 那重复包含怎么防止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program once program once 这种方式 去防止头文件 重复包含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以条件边缘的方式 条件边缘的方式 就if low define define and if 我们选择这个吧 那么我跟你说 Linux的世界里 一般都是选择 if low define Linux的世界 if low define 那么叫什么呢 link 两个下方线 那么 define 一般什么呢 两边 两个下方线 然后呢 n的if 那么这儿就写 可以什么呢 写我们的什么呢 写我们的 头文件内容 头文件内容 第一个是什么 结构体 结构体 结构体什么呢 就链表 不能结构体 链表 节点 定义 节点内心定义 节点 内心定义 接点内心定义 我们就type 题法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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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 stu stu 那取名叫stu 不然每次去写这个stu太麻烦了 那这儿呢就是数据 数据 数据 那数据呢 int number int number int number 然后呢 干嘛呢 就是 就是什么 然后再写一个 chart chart lun chart lun chart lun 假设是32个字节 然后呢 再来一个 分数 float 什么呢 score 分数 score 分数 这是的数据 然后再来一个指针域 链表 节点必须要指针域的 单向链表就一个指针域 双向链表 两个指针域 OK 那么新花 next 什么呢 新花next 这就指针域定好了 那么节点内心定好了 节点内心定好了 那么哪用到 就要包含 这个节点内心 就是这个 好了咱们先别管这么多 那么就接下来切了慢函数 那慢函数呢 我们先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帮助信息 我们说学生管理系统嘛 首先来一个帮助信息 帮助信息 help 叫myhelp 就或者说 叫stu 学生帮助信息 学生stu help help 那帮助信息呢 也不需要什么 也不需要我们的 也不需要什么呢 也不需要参数 就是printf printf 这个呢简单 看一下就行了 看一下就行了 就是这个 printf printf 那么比如说 我们说打印一下 help 如果他要提示 你一个系统肯定要提示 速册干啥 这是打印帮助信息 打印 打印 帮助信息 帮助信息 OK OK 帮助信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 再书几个 我们要做哪些东西 帮助信息 假如我们调用insert insert insert就是插入某个节点 就插入某个节点 插入 插入节点信息 插入 链表节点 链表节点 我们就不写创建链表 不是说 注意 我们一般来说 有很多书教 就说 我们先创建一个链表 我们觉得没必要 创建一个链表 那直接插入一个节点 不就行了吗 大不了刚开始 这个链表为空 就插入就行 插入节点过后 你要干嘛 你print 输入print指定 就是什么 便利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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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信息 便利链表 节点信息 那便利完了过后 还有个什么 就是我们的什么 ser search 这是干嘛 就是我们的 查询链表的某个节点 查询 查询链表 节点 查询链表节点 查询 因为增删改查 增加 删除 修改 查到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查询 查询完了过后 删除 delate 删除链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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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删除链表节点过后 还有什么 就是释放链表 整个链表释放 释放链表 插入便利 查询 查询 删除 增删 改查 增删改查 增删改查都有了 释放链表节点 释放链表节点 然后呢 还有个什么 退出 就是我整个系统呢 我要退出的时候了 该怎么去做 是puit 退出 退出 退出程序 退出 那这个呢 OK 这就是我们帮助信息 这是我们帮助信息 帮助信息 好 那帮助信息 写好过后了 先把这帮助信息 那写好过后 去声明一下 帮助信息 声明一下 然后声明完了过后 去调用一下 看一下现象 咱们先别忙的 写链表 写链表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去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好 你看没有 那这就是这个结果 首先打印一下 这个框图 打印这个框图给你 你输help 它就查询 你输sert就插入 输printf就编例 输sert就查询 那么delete 删除 free释放 输入这个了 就干嘛 退出 说说我们要干嘛呢 比如在这个函数里面 要干嘛呢 叫输入指令 要输入指令 我输help 就打一个帮助信 输insert就插入 输入print就编例 那么要获取输入指令的话 获取输入指令 获取输入指令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 那么 我到底输多少个指令 不知道 说只能用ye ye 我也不知道 要输多少个指令 用ye 有可能一会儿输什么insert 一会儿输入print 等等这些 那么要想输入指令的话 那么必须要干嘛呢 你要用一个什么 用个东西存键盘输入的指令 所以用去存 对吧 去存 所以我这个cmd 就是存放指令的 那存放什么指令 我就scanf scanf 获取指令 获取指令 那这个地方呢 就打一句话 请输入指令 请输入操作指令 请输入操作指令 然后这个呢 这个速度定到上方 因为它定到最前方 定到前方 那我就百分s 获取操作指令 cmd cmd 操作指令 那获取了操作指令过后 咱们要去判断 到底是哪个操作指令 对吧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 时春 copy 如果是 时春什么呢 str copy compare 时春 compare 比较 如果 cmd 和什么比较上呢 和help help比较上呢 help比较上呢 如果它们比较上呢 相等 那时候输入是help 那就打一句话 帮助信息 打一帮助信息 那么打一什么帮助信息 就是这个函数 调用一次就够了 调用一次就够了 如果输入是help 如果else输入的是 其他else if 如果是else if 看到没有 如果输入的指令是什么呢 如果输入的指令 输入的指令是什么呢 是insert 那就插入信息 insert 主要一定要保证对 你这个提示和这个是要一个 别的说这输的是这个玩意儿 这上面写错了 也不行 那这我们由于无法插入调表 现在还没写插入调表 那这时候就打一个调试信息就行了 这个是什么 插入调表 这插入调表 insert吧 就写单词就行了 insert ok 好了 else 同样的道理 else if else if 不停的else if就行了 else if ok 那else search 完了过来是insert search print 插入调表 我要别例 print print 那么就是这就是什么呢 print 如果我说pun的 那print说完是search search search 查询 那么这是查询 一定要注意 那么查询完了过来 就删除delete 这就是delete delete功能 将来我们再去改 那么delete完了过来 就是什么呢 就是 delete完了过来是啥呢 当然是free free释放 free释放 delete完了是free释放 那这就是free释放 free释放完的话是quit 退出 这就退出 好 那么退出呢 我们这就直接干嘛呢 就break while就行了 break while break while 跳出循环就ok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后面好像是没有了 咱们就不用写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指令 好不好使 指令好不好使 help 帮助insert print search delete free quit退出 ok 我们运行一下 好 请输入操作指令 比如说我输个help help 敲回这 是我打印了帮助信息 我输个insert 这时候打印了是 操作指令 我输一个ser search 查询 就查询 那么输一个delete 判断一下 这些命令好不好使 delete 然后呢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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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quit quit退出 整个程序就退出了 那就说整个框架 咱们是有了 整个框架 咱们有了 一定要注意 这是整个程序的框架 这是整个程序的框架 那么 在这个位置 先我们布局 整个程序的框架 布局整个程序的框架 动态线表 那么这里面第一点呢 就是布局整个程序框架 布局整个程序 框架 有框架了 这是第一步 那布局整个程序框架 我们是在哪里面操作 只需要对什么操作 只需要对什么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link.h 其实link.h都不用操作 link.h link.h实现了个什么呢 实现了一个 我把笔记做详细的 每一步是做哪些事情 其实这个地方呢 都开始可以不用写 说吧 这都不用写 这都不用写 我就不用那个点液器 这都不用的 都不要的 就直接就man.c 整个程序框架呢 我们只是动了man.c 动了man.c 这要注意 动了man.c 那么man.c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来复制一下 它就实现的功能 就这些 实现的功能就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 OK 好的 看到没有 整个呢 就是整个框架 框架就数指定 干啥事 以后我们插入了 就在这掉用函数就行了 掉用于sert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怎么实现呢 我们在我们的link.c里面 就实现 就够了 那么这个就是实现了什么呢 整个框架布局 整个框架布局 那么整个框架布局 这个位置 如果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大家看一下 这容易打瞌睡 我知道 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的 给我扩一个3 有问题的扩个0 两个讲一下 咱进入下一个点 进入下一个点 好了 怎么才这么几个人呢 挺多的 挺多的 手机网速慢 手机网速慢 OK 无线慢 OK 那么接下来 这是整个框架 整个框架 所以说 这就成功了 90%了 我们写代码也是这样 就是先不要想着 一下把它写出来 特别是 虽然学完过 我们有个小项目 大家花一天半的时间 这一天半是大家去做 两个不会给你们讲课 也不会做任何东西 只是告诉你结果 那么大家 我不是分组了吗 那么项目经理 带着大家 项目经理带着大家 把这个项目做出来 你一天半的时间 你比你岁月练习一下 一天半的做出来 这也是对大家 这个阶段的什么 一个检验 线下去做 线下去做 那么我跟你说 做一个项目 比你听一周的课还强 听一周的课还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项目 是涵盖了 试源的基本上 百分之七八十的词点 也就是说 你做项目不会写的时候 你必须逼着你去 复习这个词点 逼着你去做 我们每个人独立完成 每个独立完成 主要组之间 可以相互讨论 主要组之间 可以相互讨论 要注意 不然光听理论 出去一听就会 一写就废 对吧 一听就会 一写就废 那 你出去为公司 能创造什么价值呀 对不对 OK 好了 这是这个 框架写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写 第一个插入链表 插入链表 那么插入链表 要给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点 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第二个点 就是什么呢 插入链表 插入链表 链表 插入节点 链表 插入节点 支什么呢 支什么呢 支 头部 之前插入 之前插入 两个告诉你很多方式 两个告诉你很多方式 头部之前 头 尾 头部之前插入 尾部插入 有序插入 就自动插入是有序的 注意 多种插入方式 头部之前插入 一定要注意 头部之前插入 咱们 先看这种方式 头部插入 那么链表的插入 这儿要先要给大家 说一个理论性的东西 理论性的东西 那什么叫理论性的东西呢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东西 就讲一下 这有可能会问到 就是说链表 带头和不带头 链表 带头和不带头 这个带头和不带头 不是说你有没有黑的 不是这个 不是说有没有黑的 就要带头 没有黑的就不带头 不是这个意思 链表带头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看 这样的是 我把这儿 这个删掉 删掉 注意 删掉 注意这是个链表 这是个链表 要注意 这是个链表 那么这种链表 叫不带头的链表 两个不是有黑的吧 我说的头不是这个头 你要是不知道 我再给大家来 下面一个链表 讲一下 还是这个链表 我给你看 下面这个就是带头的链表 带头的链表 是什么意思 它会去 你像我们上面这个 黑的它只有四字节 四字节 一定要注意 四字节 它就是个指质面量 来保存到头节点的 头节点的 其实会是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它不用是个字节 它而是用一个完整的链表节点 完整的链表节点 完整的链表节点 你要注意 它是用一个完整的链表节点 申请一个节点 只是这个节点 它里面没有数据 这里面没有数据 然后干嘛 这个节点叫什么 叫黑的 都有黑的 注意 都有黑的 只是这个黑的 它不是四字节的指针 它是一个节点 只是这个节点 它没有数据 这个节点它是无数据的 无数据 但是它有个啥 它有个指针变量 但是我们说 每个节点都有指针变量 有一个指针运 next 有个next 指针运 它指向到这个位置 它保存我们的 第一个节点的地质 注意好 那么这种就是 用一个节点来保存一个地质 而这个是用一个指针变量 来保存一个地质 那么像这个 我们就称为是带头的 这叫带头的 带头节点 带头的链表 带头的链表 那么这个叫不带头的 不带头的 不是说有没有黑的 大家都有黑的 一定要明白 这个概念不带头的 不带头 这带头的 这是不带头的 这个概念要简单理解 不是说有没有黑的 黑的大家都有 这有黑的 只是这个黑的是四字节 我保存一个其实地质 而这个呢 它用了一个节点 管它多少个字节 反正用了一个节点 只是数据 没数据 牺牲了数据部分 只是用next去存它的 都一样的 而两个讲的是不带头 是这种标准的 不带头的 不带头的 一般都是这种方式 上面有种 推荐上面有种 OK 这两种方式 OK 这个先要了解 OK 那么接下来 这是这个概念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求一句干嘛 就插入链表 插入链表 那么插入链表 一定要注意 插入怎么插入 我们还是先来到主函数 先别忙着去想到 怎么去插入 那么插入 就是说将来我们输insert的时候 在这儿叫插入一个链表 插入一个链表 在这个位置 你要插入链表节点 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们插入链表节点的核心是什么 是不是将用户输入的节点数据 插入到什么呢 链表中 是不是 是将链表的核心数据 将链表的核心数据 插入到链表中 所以说 你连数据都没有 你插到链表 插啥呀 插啥插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把数据插入链表中 所以说数据现在有数据吗 是没有数据 所以说这时候呢 在插入节点的时候呢 必须提醒一下 请输入 请输入需要插入的数据 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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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什么 插入的数据 请输入需要插入的数据 那么插入数据是什么书呢 插入哪些数据啊 那就要看你这个链表头里面的节点有哪些 有number nest score 所以说像这种呢 需要插入的 所以说这个money money.c呢 就要去干嘛呢 stu干嘛 定一个什么呢 叫我们要stu定一个temp 去获得键盘输入 将获得键盘的输入的内容呢 插入到哪呢 插入到我们的链表里面去 要定一个temp 那定一个temp过后呢 现在你变一下 它是不识别 你看到没有 就是missing 这个分号 分号我不知道啊 反正他就说了 没有定temp temp了 他不识别 这个temp不识别 为什么missing不识别 他不识别这个类型 为什么不识别这个类型呢 两个我不是定到头文件了吗 头文件这个类型在那儿 但是money.c不知道呀 money.c他不知道呀 因为你定个头文件类型 是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money.c要用这个类型呢 必须干嘛呢 包含这个头文件 包含这个头文件 说include include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好一定要记得 记得是link.h link.h 那这时候你看 你再去编译一下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错误了 没有错误 还有一个警告什么 sing compare 我们money.c用了sing compare sing compare需要的什么头文件呢 需要的是sing.h头文件 说这儿呢 也写上sing.h 这时候再去编译一下 那还有个temp未使用 我现在没使用 我没使用咋的 所以我们就干嘛 获取键盘输入 那获取键盘输入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第一个是学号 第二个是姓名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辅典型分数 说这个地方呢 请输入 起初要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们的就是 我们的学校姓名 说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什么呢 temp中的什么呢 temp中的 temp中的number 那么这时候number 是普通成员 要取地址 这是以前结构体的复习 对吧 然后呢 temp中的run 数主名代表什么呢 代表首元数地址 它已经是地址 就不用取地址了 然后temp中的什么呢 temp temp中的什么呢 temp中的我们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score score score呢 是普通float类型 要取地址 好 这时候呢 就获得了数据 那把数据 获得到哪儿去了 获得到我们的这个temp里面去了 那获得这个temp里面去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干嘛呢 将这个数据插入到哪儿呢 插入到我们的链表里面 那插入到链表里面 整个取个什么名字 就是说取个insertlink 然后插入到链表里面 这个函数就是将什么呢 将 将什么呢 将temp数据插入到哪儿呢 插入到链表中 链表中 链表中 插入链表中 那么你要告诉我 你说要将temp插链表中 插到哪个链表 你知道我这个函数 将数据插到链表中 插到哪个链表 对不对 说插到哪个链表 怎么识别 要通过链表头来识别 链表头来识别 一定要注意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链表头 head代表的是一个链表 你看我们刚刚看的笔记 我们说不管是什么 哪种头 都要head 这也head 这也head head表示是链表的头 那么这个head 代表是这个链表 这个head代表这个链表 所以说你传哪个head 就是往哪个链表里面插 插谁 插temp 将temp数据插入 head所指向的链表中 所以将数据插入到 head所对应的 所指向的链表中 所指向的链表中 其实就这个意思 但是你再编一下发现 这head有吗 head不识别 e-set没定义 你看到没有 没定义 那head不识别 说明这个head 没用过 head没用过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要去定一个head 我们要定一个head 定一个head 怎么定呢 我们就定一个局部的就行了 局部的 那两个定一个局部好吗 没事 你要定个全局的呗 我们定一个局部的就行了 定义成局部的 到时候我们传餐就行了呗 所以我们定一个新花 head 一定要注意等于空 一定要等于空 一定一定要注意等于空 为什么等于空 一会再说 定义一个链表头 链表头 注意注意 一定要负为空 一定要负值为空 一定要注意 要严格一点 负值为空 说白了 我定义这个链表 它是先没有指向的 这儿就往这个链表插 插进去过后 那么要更新链表头 要更新链表头 就是说刚开始 比如说刚开始 这个head 我给你画个图 给大家看一下 刚开始 head等于空的 它没有任何指向 现在我在堆区空间 申请了一个节点 那申请了节点 那么head说 head的目的 是要保存我们链表节点 那么这时候head 应该保存是这个节点 是保存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的地质是2000 2000 那么一旦我们head 保存这个节点的话 那么也就是head指向这个位置 head指向这个位置 就意味着head不再是空了 而是2000 那么也就是head值 发生了更改 head值发生了更改 以前head是空 现在我从堆区 申请一个链表节点 让head指向 那么head就要保存这个地质 保存这个地质 就意味着head值 要从原来的空 变成2000 那就说白了 这个函数内部 要去修改这个head的值 那么函数内部 要去修改这个head值 第一种方式 是传这个变量的地质 而我们这个变量 已经是一个一级星花 那么传地质 就是二级星花 传地质 那就二级星花 所以说为了降低大家难度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不传地质 我们说了 函数要想修改外部的值 传外部变量地质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种方面 我们可以通过函数的返回值 来更新它的值 也可以 所以我们选择第二种 就是通过函数的返回值 就说一旦插入列表成功 我们把最新的头阶 复给head就行了 这样的 选择这种简单的办法 简单的办法 也就是说 我们传过来的head 它是等于空的 传过来的head等于空的 它是等于空的 无所谓 那么这时候 当我们 当我们在这函数内部 当我们去申请了一个空间 假设这个连表 一个节点没有申请空间 然后我在这函数内部 让head去 随便找一个什么 随便找一个什么 假设p吧 p指向这个位置 那p指向这个位置过后了 对去申请指向过后了 然后在函数结束的时候 我retorp retor什么 p 那p是保存这个节点 retor 我谁接的 head接的 我head去接的这个函数的反位置 你看到没有 head是等于insertlink 那么head函数去接它反位置 那么说白接了p 说head一旦接到这个p的值 是不是就是我们head 也指向了这个位置 那么是不是就更新我们念表头了 念表头由原来的空 是指向了我们 新申请的对去空间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函数的反位置 来更新念表头的数据 更新念表头的地址 那么这是一种方法 相对来说 大家第一次接触念表能看懂的 否则的话 那就要传什么呢 传这个念表头的地址 念表头的地址 念表头已经是一级指针 你再传就是二级指针了 一级指针都没搞明白 就搞二级指针对吧 OK话不多说 这是这个 那么这时候插入的时候 就是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temp数据对于我们来说 只是一个过渡 那么这时候我们去实现这个函数 那么实现这个函数呢 大家看看 我们实现这个函数呢 就要在link.c里面去实现 link.c里面去实现 link.c呢 返回值是head head是什么类型呢 是stu新花 所以说我们就决定了 这是stu新花 那这个head 传统是head 也是stu新花 stu新花 然后temp呢 它是一个stu的类型 所以说stu 但是在当前这个link.c里面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stu 说这个地方link.c 它也要包含自己的头文件 也要包含自己的头文件 否则你不信 你去编一下 你看到没有 报错了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地方 报错 什么temp也报错 对吧 都报错 注意 是什么 它不知道这个类型 不知道这个类型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干嘛就包含这个头文件 包含这个头文件 包含这个头文件是什么 自己订阅的头文件 叫双银行 包含link.d 系统头文件 才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OK 我们再看一下 就没有错误了 看到没有 没有错误的 insert必须有个返回值 insert有个返回值 一会再返回 现在咱们不返回 一会再返回 因为我们没写这个代码 插入链表 插入链表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干嘛呢 就要去插入链表 那么插入链表 那么接下来就是两个的 画图的动作了 咱们要对这个链表呢 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注意插入链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你想 这个函数是插入链表 那么传过来的参数有啥呢 一个是head 一个是head 一个是temp 一个传过来是head 一个是temp 反正temp呢 是一个节点数据 我知道temp是一个节点数据 temp是个节点数据 它其实是个什么节点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注意这是一个局部变量 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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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局部变量 一定要注意 这是个行参 局部变量 这是个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是不能插入链表里面去的 因为局部变量是什么 我们将来 我们是动态链表 不是静态链表 静态链表了 没有啥用 所以说我们讲的是动态链表 动态链表你敢用 你敢把一个局部变量插进去吗 所以说不行 它就是一个中间桥梁 所以说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就一个temp嘛 我就给画一个temp temp 那么temp呢 里面有几个数据 有几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 有几个什么数据呢 一个是number 一个是number 画慢一点 还有了learn 还有了score 当然还有个指针 当然还有个指针 next 有这几个 好了 这个先不管它 现在我要插入链表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 当我们去第一次插入链表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head永远是指向空的 同意的回个4 不同意的回个0 就是说当我们第一次插入链表 那么这个链表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事先创建一个链表 我们事先没有创建一个链表 也就是说我们去往链表插 第一次的时候 它肯定是空的 对吧 同意的回个4 不同意的回个0 OK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要干嘛 咱们不管你是不是有没有链表 以前有没有链表 无所谓 我都要干嘛了 首先呢 我在干嘛了 首先你这个temp 是我不能插的 我必须从堆区去申请一个空间 从堆区去干嘛呢 申请一个空间 从堆区申请空间 那申请空间呢 我就用什么表示 用pi去表示 pi pi去表示 那么pi表示什么 申请的空间 申请空间 从堆区申请空间 因为从堆区申请个动态空间 从堆区 堆区 从堆区申请空间 pi 从堆区申请空间 动态链表嘛 肯定要从堆区申请 从堆区申请空间呢 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有了这个了 从堆区申请空间 我们用代码怎么实现呢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是什么 链表插入函数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啊 不忙着判断 首先呢 你要插入 首先呢 你要从堆区申请空间 把这个temp的值呢 先接过来再说 所以说从堆区申请一个 带插入的节点 等待 等待 带插入的节点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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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么申请呢 就是STU 我们定一个这个 指名叫pi 无所谓 定个什么都可以 pi等于什么呢 那是STU STU新话去申请 申请我用clug 因为我喜欢用clug 它可以自动清零 申请空间 那么申请空间呢 这是一个节点 申请空间 size of什么呢 STU STU 那么申请好了 过后呢 你要判断一下 这个pi呢 它申请成功没有 pi申请成功没有 如果等于空 那就失败了 等于空就失败了 那等于空失败的话 就没必要继续执行 就是retard head retardhead 把头返回就行了 返回 别返回空 返回head 你返回空的话 如果那边head一接 本身原来有个 原来有一个链表 什么的 原来有个好好的链表 结果你返回空 一下就把原来链表整乱了 说返回head就行了 p error p error p error 这是clug申请失败 clug申请失败 这是申请节点 那申请节点过后呢 第二步干嘛呢 申请节点过后 申请节点申请好了过后呢 就类似于这样 就是类似于什么呢 就像我刚才画的这个图 这个东西有了 但这个东西有了 这个节点里面没数据呀 伙伴们 它是没数据的呀 是不是 你从堆区申请节点也清零了 是不是 我们要把什么 我们说这是一个中间值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呢 干嘛呢 干嘛呢 把它弄过来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什么 temp中的数据呀 temp中的数据干嘛呢 拿过来呀 temp中的数据拿过来呀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那么怎么拿过来呢 这是一个变量 这是一个pi指针变量 这是个普通变量 这是怎么复值呢 我们说过相同类型的结构体 只能复值 可以整体复值 新花pi不就代表了 代表这个空间内容吗 把temp复过去 是不是就行了呀 是不是 这temp复给新花pi 是不是就把内容复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代码里面 这个地方呢 将什么 将temp的负值给新花pi 因为pi呢 才代表插入的节点嘛 插入节点空间 你新花pi代表空间内容 代表空间内容 所以说你要付给它 怎么付呢 就是什么 新花pi 新花pi等于temp 等于temp 那付给它过后 咱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要留意一下 这个地方留意一下 就是pi的什么呢 next 先让它指向空 这个指不指向都可以 但是指向过后 为我们后续操作呢 更方便一点 先指向空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说白了 就是这个 当我们 当我们把这个内容 考过来过后了 因为这个节点 没有插进去 没有插进去 我也不知道将来插谁 插到哪去 插到哪去 所以说我们首先呢 就把它干嘛呢 把它先指向空 指向空就行了 因为这是一个 没有插入的节点 还没去插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将来 它要插到什么位置 所以我们把它 这弄成空 弄不弄都无所谓 为后面做准备 为后面做准备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但是我虽然说 无所谓是指 当前这个地方 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不写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 后面按照我这种 格式代码写 可能会影响 说把这个直付给我过后 那么我就把这个 next指向空就行了 指向空 指向空 这一定要有 注意要有 注意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干嘛呢 待插入节点 申请好了 待插入节点呢 有值了 接下来就是插入了 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接下来第三步 就是什么 将什么呢 将什么呢 将PI 将PI 插入到 链表中 链表中 好 这就是 前面两个节点 申请空间 把直付给它 然后呢 由于付给它 这个PI呢 没有 它没有放到链表里面 我们让它的指针呢 别指向任何地方 先指向空 好 这个 这两个 两步骤 明白的 请call 不明白的calling 两个呢 给你解决好了 再往下走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把它插入链表中 有问题的 一定要问两个 链表这个 是相对枯燥的 因为它全是代码 全是代码了 我只能尽量的 借助图形呢 还唤醒一下 它的枯燥 说 不是 就避免一下枯燥 说大家呢 别睡着了 别睡着了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插入 讲PI 插入链表 那么插入链表的时候 要分析 插入链表要分析 比如说 我们接下来 要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节点 插入链表里面去 那么插入链表去的时候 我说过 我这个笔记呢 我说的是什么插 头部之前插入 头部之前插入 主要我的主题是 头部之前插入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要插入一个链表 首先 如果这个链表都不存在 如果这个链表不存在 什么情况下 链表不存在 就是head等于空 就当前是第一个节点 这个PI 是我们的第一个节点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节点 那么这时候 head是等于空的 那这时候 要把它插入到链表中 这时候 要把它插入到链表中 要把它插入两秒钟 好注意 要把它插入两秒钟 该怎么插呢 如果PI 是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的特点就是 pihead 还是指向空的 因为它指向空的 才代表第一个节点 那这时候怎么插呢 只需要让head 指向这个位置 指向这个位置 这是第一步 只需要让它指向这个位置 同时呢 让我们的next等于空 由于事先我在申请 在负值的时候 就已经负了空了 所以这一步就不用做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一步就不用做了 按照来说 这是第二步 这是第二步 首先让head指向这个地址 然后呢 这个位置指向空 那是不是就是第一个节点 这个链表 是不是只有第一个节点 从链表为空 变成第一个节点 这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节点 链表的第一个节点 看到没有 OK 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链表为空的时候 插入法 好 就第一种极端情况 就是什么呢 链表 为空 插入之前链表为空 插入 pi之前链表不存在 之前 之前链表 不存在 OK 就是这个 一定要注意 那么 head指向pi 该怎么去操作呢 用代码怎么操作呢 就是什么呢 head 等于pi 因为只有pi 保存这个节点的位置 只有pi 保存这个节点位置 pi是指向的是节点 pi不是代表空间 是指向的这个节点 它是个指程变量 所以我把pi的值 付给head head是不是指向这个位置 OK 那么这个图 插入pi之前链表 不存在 这种情况 理解的 给两个 扣过6 不懂的扣过0 一地一地 咱们一步步走 不懂的 一定要扣过0 说这是第一种情况 链表不存在 链表不存在 因为很有可能 就是你第一次插入 那么这个链表 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OK 这是这个 我把这个干嘛呢 弄一下 进步举一下 这是这种 那么还有种情况 如果链表存在了 链表不存在 还有情况 链表存在了 如果已经存在 一个链表 链表已经存在了 链表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 那么链表已经存在 那说明 什么叫已经存在 就是head 已经有指向 那就说为 它不等空 不等空 这叫链表已经存在 链表已经存在 我就画一个链表呗 比如说 这是个链表 已经存在了 链表存在了 这是个链表 已经存在链表 我就画个链表出来呗 你存在就存在呗 我们再分析 怎么去查 好 伙伴们啊 好 怎么去查 注意看呀 这链表存在了 我也不知道多少节点 无所谓 反正它的最后一个节点 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节点是空 这个节点是空 如果链表存在 我就画一个存在链表呗 这不影响我们分析 然后呢 干嘛呢 就是这个位置指向它 这个简单画一下 指向它 这儿呢 就指向它 然后呢 head呢 我们的head呢 我们的head 我们的head在哪 head在这个位置呢 head 既然它不等于空 那说明head 这个链表存在 那说明head是指向这个链表的 指向这个链表节点的 链表头节点 而我们的插入 伙伴们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插入是什么插入 头部之前插入 比如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节点插在哪 插到这个链表头部之前 说白了就是什么 我要把这个链表呢 链表这个pi pi要插到哪呢 插到这个位置 伙伴们 插到这个位置 那么插到这个位置 该怎么去做呢 该怎么去做 看一下 插到这个位置 伙伴们 图要看的话 插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插到这个节点前面 那也就是说 我们将来 我们将来 我们的第一步要干嘛呢 是不是要让这个 这个lex不再指向空了 而是让这个lex 指向这个位置 是不是 因为你要形成一个新的链表嘛 至少不能断开 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第一步 伙伴们 第一步 那么大家看看 是这个lex变量 保存这个节点地址 这个节点只有谁知道 只有head知道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步代码 是怎么做的 第一步代码 我写在这 第一步代码 第一步代码 是怎么做的 注意看一下 第一步代码 该怎么做 放到这个位置 算了就写在这 写在这 第一步代码该就写了 这个位置该怎么写 就是pi pi的next next等于head 这个地方 能不能看懂 就是说我的第一步 要像 因为pi要插到这个前面 那必须要让pi的next 保存这个节点地址 而这个节点地址 是由谁知道 只有head知道 那我就把head值 附给pi中的next 就附给它 是不是指向这 OK 红色线的第一条 明白的call 7 这个很重要 明白的call 7 不明白的 在课前时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爽姐给大家 发的那个测评的 因为大家呢 就是辛苦大家 给梁哥 给我们的辅导老师 测评一下 对 就是给我们测评一下 因为这个公司 它是需要这个 作为依据的 作为这个预据的 不是必须断钉 你要看我的 现在讲的支点的标题 是什么 我的标题是什么 我现在讲的 念表插入的是什么 是念表插入节点 支头部之前插入 我讲完过 还要讲 念表插入节点支 尾部插入 念表插入节点支 有序插入 我现在讲的是 这个知识点 所以说 要在头部之前插入 针对这个字点 就必须头部之前插入 将来我们写代码 插入的时候 就看你的心情 我三种方法 都告诉大家 三种方法 都告诉大家 断钉 不着急 对 不是说每个心的节点 都要插在头部 不是的 但是当前这个字点 是要插在头部的 理解的可以断钉 OK 非常好 刚才说了 大家有空的 一定一定要测评 如果测评达不到 百分之多少的话 我们这个测评是无效 那无效了 这个是对 所有老师都有影响的 大家一定要去测评一下 这是公司作为 我们作为 讲师福德老师的 一个授课标准 或者绩效标准的 所以说一定要 辛苦大家花时间 一定要去测评一下 OK 那这是这个 好 这第一步做完了过后 也就是说我们的 NECT指向这个位置 但是想想 这一旦连上过后 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头 伙伴们 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头 我是不是要让我们的 HEAD干嘛了 这是一个新的头 我们HEAD永远记住 我们列表头 永远是要指向 头节点的 这个HEAD要指向头节 所以说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一定要做 这是个动态 一定要看我视频 我们的HEAD要干嘛了 HEAD要从这个位置 指向这个位置 就它不能再指向 以前的这个头 因为以前这个头 过时了 以前这个头过时了 所以说我们要让 HEAD指向新的头 HEAD指向新的头 这就是什么 HEAD指向新的头 注意 这是HEAD指向新的头 新的 新的头 新的头 那HEAD指向新的头 注意 新的头 那么HEAD指向新的头 新的头只有谁知道 地质空间 只有PI 所以说第二步 这是第二步 伙伴们 一定要要注意 它就两步 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就是什么 HEAD HEAD 只有顺序可言的 等于PI 等于PI 不能颠倒 这儿不能为一 如果这儿为一 HEAD 跑过来 只向这儿 结果这儿还没有连接上 断了 必须先连接上 然后再移动HEAD 好了 第二步明白的 第二步明白的 给我扣个8 不明白的扣个0 不明白的扣个0 伙伴们 不明白的扣个0 好的好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OK 梁哥呢 讲科 是这样 就是说 C元要打好基础 梁哥讲的相对的详细 相对的慢 那么对于基础好的 是一种折磨 我看在评价里面 都有学生说了好几次 梁哥 你这是对于有基础的 是种折磨 对于无基础的 是可以的 对于有基础是折磨 不管你有没有基础 都要赖下心之听 然后去看什么 就说拿一些数据 指针 缺陷这些 还有我的博客 你也可以继续往后面看 要注意 那这是什么呢 原理分析图 原理 原理分析图 分析图 OK 好 就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么 写了半天 这写了半天 你看到没有 第一步 如果不存在 该怎么操作 就是head等于pi 如果存在 是pi的lex等于head head等于pi 对吧 好了 就这个 那么大致方向呢 大致方向先要把这个temp的值呢 负给pi 然后呢 在pi插入 pi插入 就要 这是大的方向 大的方向 大的方向 说这时候呢 说了半天 我们就携带嘛 说了半天 就携带嘛 插入 说插入的时候 我们说了 如果链表为空 如果链表存在 这有两个特点 所以我们要去判断 那么如果head等于空 如果head等于空 那就说明什么呢 链表 不存在 那么链表不存在 我是插入链表 链表不存在 无所谓 如果你链表不存在 我这就是一个 头一个节点 说说指教干嘛呢 head等于pi 是不是写完了 head等于pi 然后returnhead 因为你看 pi把pi的值 附给head head的值 发生了更改 发生了更改 一定要通过返回值 返回去 更改什么呢 再去再次更改 我们外界的head 更改外界的head 这为什么我要接到 返回值 原因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么这个是 是什么呢 链表不存在 那么else就是什么呢 else就是链表存在 链表存在 如果链表已经存在了呢 链表存在 链表存在 那么链表存在 我说了 我们是头部之前插入 头部之前插入 这是一种方法 插入 我们头部之前插入 是什么呢 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 第一步 这里面是第一步 是干嘛呢 插入之前 让pi 第一步干嘛呢 就让pi指向 让pi干嘛呢 指向旧的头 指向旧的头 因为它的头部之前插入 说pi怎么指向旧的头 就next next 等于什么head 叫指向旧的头 然后呢 接下来 第二步是什么呢 你指向旧的头 那么head呢 要指向新的头 head呢 要干嘛呢 指向什么呢 新的头 新的 头接点 新的头接点 谁是新的头接点 pi啊 它的头部之前插入 和新的头接点 那么就是head 等于pi 感觉是不是有点绕啊 ok 那么 弄完够 ret 什么head ret head 好了 大家看看 这是分析啊 你看 一副语句 要ret head else里面 要ret head 那么伙伴们 我可不可以 把这两个ret head 移出来 放在哪儿 放在这个位置 可不可以 因为你看到没有 不管这句话 进来也要ret head 或者else都要ret head 那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干嘛呢 把这两个rate 移到外面来呢 ret head呢 说白了就是 你执行这句话 我也要ret head 你执行这句话 也要ret head 进不进去 都要执行ret head 那我就把这两句话 移出来 好 移出来 ok 移出来 都一样的 如果你你写了这 那么下面这句话 也不执行 说写的这无所谓 写的这无所谓 我就不优化了 其实可以把这个了 干嘛呢 注释掉 因为这 if else都有ret head 那么两个ret head 完全可以搬出来 放到这个位置 搬出来放到这个位置 你看吧 你进去 你从这儿进去了 也要ret head 你就算这条件不成立 进到这儿来的时候 还是要ret head 那有些说 if一句管你怎么执行 我最终都要ret head 所以可以移出来 所以这次呢 就是我们链表插入 链表插入 这个地方 好了 那么这插入这个代码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 问两个 咱们一步走 没有问题的回个9 有问题的回个0 有问题的回个0 好了 没问题 那我们插入就写完了 那么这个插入函数 就OK写完了 那写完过后呢 你看到没有 写完过后呢 我们组函数是不是 调用就插入了 那插入过后呢 插入过后呢 我要想便利这个链表 便利这个链表 怎么便利呢 因为咱们还没写便利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 便利函数写完过后呢 咱们就就下课了 因为现在45了 五分钟 我们写下便利函数 那么便利函数 一定要注意 便利函数怎么便利呢 就是说比如说是print 什么的link 便利链表 那么便利链表呢 一定要注意 要把链表头传进来 不然他不知道便利谁 由于便利 它是一个读操作的过程 所以他不会更改 head的指向 所以说不用去接返回纸 也不用去传他的地址 说这儿呢 就是这样的写就行了 OK 好 那么这儿写的时候 我们再去另个点色去实现 再放到这儿下方去实现 放到这儿 写个大块 写个大块 然后这儿呢 是wide wide 那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呢 stu stu 新花head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这个函数写完过后 还没完 这个函数写完过后 一定一定要注意 养成习惯 你不信 你去编一下 编一下 你看到没有 他是报错的 他说什么呢 pl不实现 pl找不到 pl找不到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没有包含这个 include include 什么呢 stdio.h 没有包含这个通用件 然后再来那边呢 就没有警告错误了 没有警告错误了 他还有个clerc clerc他说 说什么呢 是为 不识别 不识别 clerc是 就是我们呢 是堆积空间 堆积空间 我们看一下 clerc是个什么函数呢 stdlib.h 我看一下 是不是 没错 就是stdlib.h 好 那么这时候呢 就包含了clerc函数 clerc我注视一下 这个是解决式clerc OK 那这时候呢 你看到没有 注冻完过后 一定要养成习惯是什么 一定要在我们头文件 声明一下 头文件声明一下 一定要去声明一下 那么在这个位置 声明一下 怎么声明呢 就是extr 还记得不 跨文件编程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实现函数 在这里面声明 在这儿调用 调用 注意好 声明一下 这就要声明一下 函数定义 声明 调用 这三部 三部曲 这声明 声明 OK 那么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也要去声明一下 这个print函数也要去声明 你毕竟是在link.c定义的 然后在这儿声明 那么头文件呢 调用的时候呢 包含了这个头文件 就叫包含了声明 调用就行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声明一下 在头文件声明一下 跨文件变成 一定要声明 告诉编辑器 我的 因为你不声明 有的编辑器会报错 告诉编辑器说 我这print函数 来自于其他原文件 OK 我们接下来去写 那么便利一个函数 注意 便利一个函数 不是立马去便利 一定要判断 便利一个函数 你一定要判断 这个链表为不为空 如果链表都为空 便利它干嘛 所以说 如果链表等于空 如果链表等于空 说明这个链表不存在 链表不存在 是不需要便利的 链表不存在 如果你不判断 就去便利的话 如果不判断 如果黑的等于空 你去便利的话 有可能出现断错误 链表不存在 你去便利啥 说如果黑的等于空 你就打一下信息 链表不存在 链表不存在 就link 什么呢 not found not found 不存在 找到 链表不找到 好了 那么这儿呢 就结束就行了 退出就行了 else呢 说明链表存在 else链表存在 那么链表存在 该怎么去便利呢 是不是我们前面 给大家写过了 是不是写过了 首先是什么 stu定一个什么 信号pb pb呢 干嘛保存一下head 一定不要 在对于任何链表操作 不要轻易的 让链表头去动 不要轻易的 让链表头去动 所以说while什么 while 只要pb 它不等于空 链表 pb指向空间不等于空 那说明这个空间是合法的 合法就有内容 所以这就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什么呢 打印一下什么内容 打印一下内容是什么 百分d 还有了百分s 假如是number 等于百分d 算了就这样吧 百分d 百分s 还有什么呢 百分f 百分f 然后呢 pb是个指针 它就访问里面的 number 还有pb 指向那么num pb指向什么呢 指向我的是 score score ok 变得完了过后 移掉 pb指向下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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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写的 指向下一个节点 指向下一个节点 是怎么写的 pb 等于pb的next pb的next 这就是 那么 走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那么pb就等于空了 我画个图给大家看看 画个图给大家看看 画个图 好了 然后这就是指向空 指向空 指向空 那么这是next 然后head指向这个位置 head指向这个位置 pb呢 pb等于head pb也指向这个位置 那么pb呢 pb不等空 因为它指向这个位置 节点存在 节点存在 不等空进来访问内容 访问内容过后呢 把pb的next 付给pb pb的next 就说白了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指向下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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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下一个节点 然后这时候呢 pb就跑到这来了 pb跑到这来的时候 y21去判断 pb等不等空 因为这是个合法的节点 不等空 又答应 答应呢 就是访问它数据 访问数据后呢 又把pb的next 付给pb 那说白了 pb又走到这来了 那pb呢 等不等空 不等空 于是打应这个数据 那打应这个数据 pb等于pbnext pb跑到这来了 pb等不等空呢 它保存这个节点位置 你看你框都画好了 说明不等空 编定这个位置 pb等于pbnext pb跑到这来了 pb跑到这来了 pb是不是等于空了呢 那这时候循环 pb等于空 pb不等于空 但是pb先等于空 所以退出 看到没有 所有节点都放完了 pb呢 所有节点都放完了 自动跳出了 看到没有 这就放完了 那放完过后呢 退出就行了 rate rate 那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就我们代码了 就可以跑一下了 跑一下 那么看一下 这时候输入指定 输入指定 你看我现在去打一下 print 现在链表都没有 链表都没有 去打一下 看一下链表不存在 请输入指定 那我就输个insert 插入 请输入插入数据 100 假设是Lucy 然后呢 89.9 好 敲回车 好 插入完了过后呢 你可以现在去辨理一下 print 输入 插入 插入 插入指定 print 是不是有一个数据了 好了 我再输入insert 这时候 请输入插入数据 比如说101 bob 等于呢 88.8 那再插入一个数 insert 输入insert 一次只能插入一个数据 刘梁哥 我输入一次 想插入多个数据 那你就必须 跟给我的代码 那么 这个就算创新 这个就算创新 我现在输入insert 一个指定 直接插入数据 比如说输入insert 原因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头部之前插入 首先我们输的是100 这是一个链表 但我输 下个节点 101的时候 101它是头部之前插入 是不是就这样插的呀 然后再输一个102的时候 102的时候 头部之前插入 是不是形成这样 head是不是指向这个位置 head是不是指向这个位置 所以辨理的时候 先辨理102 101 100 是我们链表就辨理出来了 看到没有 好 这是输出指令 比如说输出 释放我们还没写 比如说QIQ退出 整个链表就结束了 整个链表就结束了 OK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把我这个链表的代码 好好去敲一下 把链表这个插入 和辩地代码 把它分析清楚 每一天晚上 我不需要大家 把后面看多少 把梁哥今天讲的 弄清楚就OK了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代码 分函数敲出来 敲出来 照着我这个代码敲 照着我代码敲 OK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两个做个笔记 剩下的明天讲 那么这是案例 好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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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时 我先看man.c 我分头文件给你注释 头文件 man.c man.c写了哪 写了 m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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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代码 link.c 代码 代码一定是先照抄 先分析 根据两个画的图 分析出来 我看一下 这个是link.c link.c在这 lin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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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把工程创建好 那么按照我这个代码写的话 就可以了 OK 这是这个 明天呢 我们讲链表的下几个插入 删除 其他都要讲 链表一天是讲不完的 一天是讲不完的 必须把我链表插入这几个 什么叫链表 给我弄清楚了 节点弄清楚了 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问我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插入 目录 插入目录 OK 啊